包含就是從前面有五個 OK 那這五個其實都能夠達到同樣的目的 可是呢 他們的特性都不太一樣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抓資料 可能你要針對他們不一樣的特性 去使用這些函數 去達到你要把資料從這個地方 抓到另外的地方的這樣的需求 所以其實可能 不過相對啦 用到最多其實用那個VIRU函數 實際上是最多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 剛好就沒辦法用那個VIRU函數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想用其他的方式 才能夠解決問題 那當然其中也包含VBA 那VBA當然呢 要怎麼樣去撰寫這個VBA的程序 第一個刪掉 那當然我們的需求是怎麼樣 第一個 我要比對的東西是這一個 然後呢我要比的範圍在哪裡 我的比要比的範圍在這裡 這裡的A欄 所以呢如果我要撰寫一個VBA的程式 基本上呢 第一個一定是從那個Visual Basic 然後呢我剛剛開了好幾個 大樂透這個把它關掉了 不然會干擾 OK 然後再切過來 切過來你會發現 我是建議你這個VBA的那個畫面 因為有時候你沒有把它拉大 你會看不到就是說裡面的相關的細節 但如果你有開的檔案的話 他每個檔案都會有個VBA的Project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因為之前有長小同學是寫的程式 寫到別的檔案去了 雖然暫時開啟狀態可以執行 但是關掉之後就不見 OK 第一個 一樣是開啟Visual Basic 第二的話呢 一樣是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OK 這個是必要的動作 然後再把它拉過來 把這個放大好了 那再來就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呢 因為我要希望 就是當我按一下某個按鈕 他執行 比如說這個 那就是一個Sub 不是Function 那這個Sub的名稱呢 叫查詢 OK好 那字把它放大 工具裡面的選項 撰寫風格裡面的12號字好了 在內上這樣 然後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比對 比對的範圍在哪裡呢 就這個範圍 所以我可以寫一個回圈 叫 4 i i的話是列 等於第幾列呢 第三列 到 第十列 Enter兩下 打個NAS 那做什麼比對呢 如果 什麼 哪一個 這個 因為我要比的是 這個號碼 在這個範圍裡面 有沒有出現 如果有出現的話呢 就幫我把 他比是比A欄 抓是抓B C D欄 抓到哪裡呢 抓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範圍 這個是H4 不 H5 H4 H5 H6 H7 特別是判斷的話 我們前面講過了 IF 什麼呢 這個範圍 所以 Sales 刮虎 哪一列呢 I列 哪一欄呢 A欄 如果呢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們現在 所在的這個儲存 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喔 如果是回圈裡面的範圍 我會用Sales 因為這邊可以直接帶一個數字 那如果是固定的位置的話 那我會用Range 所以直接指向那個位置 這個Range的話呢 哪一個呢 他是H3 所以我就跟他講 H3 你跟我比一下呢 這裡面有沒有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這樣做什麼呢 Enter兩下 我先把Enter if先打完 因為我的習慣喔 一定是先把頭跟尾打完 否則的話 有的同學 打了前面 忘了後面 少了Enter if 程式就發生錯誤了 然後做什麼呢 如果 這個 跟這個 相同的話 幫我把這四個 帶到 這個四個 欸 怎麼樣把 這個 比如說005 把這個怎麼樣帶到 這一個 OK 特別注意喔 程式的傳奇 一定是後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去 後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 所以呢 前面是要丟過來的 欸 特別注意喔 丟過來這個位置 叫H4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Range來表示 那這個的話呢 剛好是跟他是同一列 所以你可以用Sales 然後其實可以複製啦 把這個複製 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所以寫法是這樣的 把後面的 就是查到的那個 丟到哪裡呢 丟到H4 所以你就H4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其實就是跟他一樣 只是差一個什麼 把這個Sales A欄的這個 Ctrl鍵按住 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欸 有沒有 意思就是幫我把它 一樣的 那一個 B欄 放在H4裡面 應該看得懂 這個邏輯啦 因為我發現 其實這個真的很重要啦 但是我發現同學 對於怎麼樣把資料 怎麼去跑啊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程式寫來寫去啦 一定都會有Fore一圈嘛 一定都會有邏輯嘛 一定都會有哪一個東西 放到哪一個地方嘛 大概都這樣 只是說我發現 你們對這個好像還是不夠熟練 所以你要自己能夠寫出這東西 好像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問題 不過其實這個就是一種習慣啦 啊以後你寫習慣之後你就知道 所以呢我現在已經很習慣了 反正我看到什麼 我知道那個邏輯 我就可以很快把它寫完 啊寫完之後 一個自動化流程就完成了 以後的話呢 就通通不用去做寵物的事情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訓練啦 ok 那我當然每一行每一行慢慢打 其實主要 其實理論上是 有老師直接就丟給你 反正講 算你自己去體會啦 不過有時候這樣子 我發現你們還是永遠不懂 所以我還是慢慢一行一行打啦 這樣的話至少你都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啦 只是要你自己寫一遍喔 恐怕還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花一點時間 想一遍喔 即便卡住也沒關係 打錯也沒關係 因為那就是必要的過程 沒有人那麼厲害啦 一次程式就打就對了 又不是天才 對你也沒 我錯了幾次你也沒看過 我至少對不對打錯成是超過百遍千遍都有可能啊 這個是因為我練習很多遍的時候 對不對熟練了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比別人花的時間多啦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一樣喔 底下 邏輯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H5 後面帶什麼呢 帶C欄的東西 然後呢底下都一樣 所以聰明的做法是喔 我拉一下按Ctrl鍵 好啊其實喔 也不用太 就是程式也不像你打快啦 打對比較重要 然後用善用一些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喔 其實像我手上還要拿一個麥克風喔 其實也可以啊 你看程式不就這樣打出來了 不是要你打快 而且還一邊打一邊講耶 對不對 還不就寫出來 最後記得喔 因為如果你已經找到了 就不要再往下找了 六七八不用了 所以你還可以在底下加一行 叫Is it set 離開這個Ford回圈 告訴大家說喔 找到了啦 不用再往下了 Is it 4的話 跑到第五 六七八不用了 ok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這個當然不加也沒關係 只是說它的效率會比較差 尤其是你資料多的時候 那會差更多 ok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那做完之後當然喔 你可以試一下 這邊執行一下 看會不會把資料帶過來 欸有沒有 劉鋒軍帶過來了 當然如果你把這個變更一下 006 不過它有點麻煩 怎麼樣呢 它變更了對不對 可是會有個問題 那你還要怎麼辦呢 在這邊再執行 欸 不過會有個問題 你想說老師 那這樣有點麻煩耶 還在這邊執行 欸那你會比較方便一點 有啦 就是這邊插入一個什麼 按鈕 對不對喔 然後呢 查詢嘛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嗎 一個按鈕 這樣子 想說 欸如果不方便 按一下不就也可以 把這邊變更一下007 然後 但是你有想說 老師這樣好像也沒有比較方便 為什麼 因為你變更一下有沒有 還要按一下查詢 那你想說 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呢 應該是 變更完之後 enter一下 然後呢 它應該會自動去知道說有變更了 有變更之後呢 欸就去執行這個查詢 對不對 這樣才正確啦 但是問題喔 那個 要知道說它有變更的這件事情 你又要多知道一個所謂的事件驅動 事件驅動就是說 當這個工作表裡面的這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個物件喔 就工作表物件喔 哪一個工作表 現在這個工作表 欸那這個工作表在哪裡喔 其實各位可以 不知道有沒有特別注意喔 在我們VBA的專案裡面 只要呢 我增加了一個工作表 它也會有一個對應的工作表的物件 有沒有 欸這個地方 那這個東西到底做什麼用途呢 其實主要就是要讓 將來喔 我剛剛講的 欸 它會有一個物件 透過這個物件怎麼樣 去 產生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當某一個儲存格 改變的時候 改變的時候呢 然後呢 抓到只要是H3的話 那就去做什麼 做 就是執行那個 我們查詢的這個程序 欸那這要怎麼做喔 可能 其實難度不高 程式也非常少 但是就是用觀念的問題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喔 先把那個 剛剛我們VBA的這個程式喔 看有沒有辦法自己打打看啊 如果不行的話 你可以先參考雲端上面 其實也是跟雲端打的一模一樣吧 你可以看一下喔 在這邊喔 一模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其實喔 這些東西都不用死背啦 因為你看這邊到這邊 這邊到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啊 我即便打一百遍 程式也寫的都一模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的邏輯都一樣 那我的 怎麼講 就是資料搬來搬去的方法 其實也都是固定的 那VBA的好處是說 它比較不用受限於函數 它的一些可能一些特性 當然相對的它的彈性啊 靈活度也是最高的 不過呢喔 因為它的它的難 它的這個 當然它的缺點是最難啊 為什麼要打程式啊 不過如果你假設你可以克服啊 輸入程式的這個問題的話 我相信喔 我相信喔 以後你要做什麼 其實都可以 叫做什麼 從心所欲喔 所以程式應該算是 這裡面 最好的策略啦 不過相對當然也是難度最高的 OK 試一下喔 VBA的那個 查詢的部分 後來說 都行 過分 我們 可以 嗎 好